大家好,我們是漁兵共遊走毒去 寓教娛樂為手遊 位於高雄市古山區的古山漁市場 曾經是帶動高雄漁業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但經過時代的演變 兵線鐵路在二戰時被炮彈摧毀及漁港轉移 導致此區逐漸沒落 後經高雄市政府重新規劃與改建 搖身一變成為全台最美的漁市場 但因開幕後的成效不如預期 帶動了不到半年的觀光熱潮 本組實際走訪後 發現周遭許多具有歷史價值的景點未被有效推廣 因此本組以走毒活動結合遊玩手機遊戲的方式 讓遊客更加了解古山漁市場 及周遭與漁業和兵線鐵路有關的景點歷史故事 並結合食慾教育五大面相及日本海之一理念 將古山漁市場作為推廣在地的據點 以及推廣食慾教育觀念之場所 透過1.策劃走毒活動 介紹兵線鐵路之價值 2.手作體驗編織當地漁業印象 3.遊玩手機遊戲結合在地文史及食慾教育 現在為大家介紹本組所設計四大主題核心 DIET 1.策劃走毒活動 介紹兵線鐵路之價值 漁賓共有為本組設計走毒活動之名稱 讓來參加的旅客藉由一邊走毒一邊學習 了解當地有關漁業及兵線鐵路的景點歷史故事 並發放本組設計的明信片 整體像是火車票的風格 底圖為本組自行繪製的LOGO 外觀是一隻魚和一條鐵路纏繞在一起 魚所代表的是食慾教育和股餐市場 鐵路則是代表邊線鐵路 所呈現出的形狀是無限的形狀 設計理念是希望人流能夠回潮 並無限重回此地 2.手作體驗 編織當地漁業意象 早期漁民會在港邊編織漁網 因此在走毒活動加入了手作漁網 替代的體驗活動 使用的漁網線是像歐萱水市所取的廢棄漁網線 當作製作材料將廢棄物重新利用 且漁網用台語唸起來像是 歷邦的音 象徵著早期捕魚人希望出海捕魚時能帶著 滿載而歸的希望回來 也能讓遊客體驗早期編織漁網的辛勞 更象徵當時漁市場驚人的漁獲量 漁網提帶上結合廢棄符球、保鮮盒及蠟燭 讓完整品更加完整 遊客可將手作漁網提帶重複使用 達到食漁教育漁業廢棄物的研發再生之理念 3.遊玩手機遊戲 結合在地、文史及食漁教育 娛樂遊兵線為本組設計手機遊戲之名稱 透過遊戲化的方式 是瞭解到新兵丁區域的景點及高雄繁華關鍵 兵線鐵路過去的歷史 不僅使學習樂趣化 也可利用勢力性遊戲 清零在地文史的現場 透過文字冒險遊戲、角色對達的方式 漫遊古山六個文化資產 在遊戲景點介紹後 會出現烏魚資訊 達到食漁教育目標 並在遊戲中途會有翻牌遊戲 及拼圖蒐集的小遊戲 使成就感加倍 且蒐集每個關卡的烏魚資料 更懂得將食於應用在生活中 透過此次專題研究所設計出 DIET四大主題核心 本組總結以下結論 1. 內部色塊為DIET的核心價值 D. Distract 區域觀光 走讀分享整合在地 達到地域活化價值 I. Impressant 深刻印象 雙腳探索、雙手體驗 迎合漁業加成作用 1. IT 飲食永續 寓教於樂、活用科技 打造互動及創新感受 T. Technology 科技價值 智慧加持區域發展 啟動科技展現地域魅力 而黃色外部色塊DIET為實作法的部分 分別是D. Designable 油層設計 I. Important 手作與網替代 E. Education 手機遊戲中的物語拼圖資訊及卡牌 T. Technology 手機遊戲 最後外部扣合食於教育五大理念 將食於教育五大面向 永續漁業、漁業與生活、漁業與生態、漁業與生產及營養與健康風險 融入實作法中落實推廣食於教育 以上結論建立於食於教育基礎下 達成食於教育五大面向 形成此次專題之成果 以上為本組專題介紹 我們是 漁兵共遊走讀趣 漁教娛樂為手遊 謝謝大家